为了推广电竞运动 台中市运动局是连续第三年 来举办台中电竞嘉宁华 而今年是祭出了总奖金39万元 也吸引了上百队战队来报名电竞竞赛 而今年举办三天的活动 现场还有电竞互动市集 让民众体验试管外 开幕首制也涌进了许多诊潮 场面相当热闹 学生cosplay化身电玩人物 曼妙舞蹈替活动揭开序幕 紧接着众人鼓掌 欢迎地主队电竞吉祥物 鸿光猎鹰出场 要热闹迎接迈入第三届的 台中电竞嘉年华活动 包含我们每年举办电竞嘉年华之外 六都电竞争霸站台中的支持 鸿光碑的相关赛事 台中的市长碑 包含今年全国运动会 拿下了个人跟团体 两面双面的金牌 那我想这部分也代表台中市 积极推动电子经营运动的重点跟发展 周遭的一些指导师资等等的 其实我们还需要让台中市的电竞产业 更往下扎根 选手办的好表现 需要一个庞大团队人来支持 那这部分 希望透过电竞嘉年华的活动 吸引更多人来关心电竞的这个活动 也期待更多人投入这一整个庞大产业的发展 运动局长亲身试玩舞蹈电竞 动作稍嫌不熟练 但为了推广电竞运动项目 运动局除了举办电竞赛事之外 更携手时校高中以及科大策划电竞互动市集 展出各校的电竞成果 让民众体验也借此达到电竞人才培育的目的 我们总共有十校连展 那在在地的大专跟高中 我们分别跟学校的学生 和学校的师长产学进行合作 然后想这样的人才培育 再加上我们跟台中的体育总会 和电子竞技委员会 提前进行的人才培育跟主性计划 所以整个期程的拉长和人才培育 重点是学校的支持 然后想这个部分就是跨部门的整合 才可以把这样的成绩在这次全国运动会里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今年运动局祭出高达39万元的总奖金 共吸引了约上百战队参赛 而过程中也透过网路直播 让大家共同参与 活动自19日起 一连举办三天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前往参与 记者任外台中采访报导